我在外国这么介绍 对于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宗教的传统文化 我都尊重 都一律平等看待 不会说 我得比你高 你得不如我 我们有这个手法 所以大家欢喜 我不批评人 看到别人好处 我保养 我绝对没有批评 不善之处 不放在行事 所以我可以使 我这一生 走遍全世界 人缘好 这个人缘 尊重别人 敬爱别人 他批评我 他回报我 我还是敬爱他 还是尊重他 我不把他 对我的那些不善 放在心上 没有 这就是人缘好的原因 那我们相信的时候 人有来世 来世我们相遇 我们的感情会更好 深深深深 跟人接神 现在人做错 一切不善 一定要原谅 无量寿经上 佛说得好 他为什么会做坏事 经上讲得很清楚 心人无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你不能怪他 没人叫他 从小没人叫他 学坏了 先人无知 他父母不知道 他祖父母不知道 他真祖父母不知道 高祖父母也未必知道 这么多代了 都没有好好的叫 那他 他要是个好人 那是佛菩萨 再来 普通人做不到 哪有不受外面环境干扰 这道理 所以决定不能怪他 这个不是一家人的事情 不是一个社会人的事情 这今天是整个地球的事情 你要怪谁 不能怪他 如何不救呢 我们自己做个好样子 给人看 大家都能像我这样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我对他都好 这世界就和平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何必把这个放在心上 何必要记恨 何必要报复 这个毫无意义 为什么 记恨 报复 惹得来的祸害 你不知道 生生世世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现在账马上一笔勾掉 不就完了吗 没事了吗 决定不能跟人接约 过去式的运恨 今天碰到 我也一笔不得口秀 你对我的加害 我受 我承受 绝不报复 就笑掉了 世界上还是有好人 跟我常常往来的都知道 常常往来的时候 彼此都挂念 我出国访问 多半的原因都是看看 老朋友啊 这些人在社会上 都能起影响力 我们同心协力 做出好保养 就没有过来 我一起完美 一次 如何 多半的拍摄 顶